中年男人最招架不住 中年男人最招架不住的几种女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思一丈》 我是Coco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 中年男人最招架不住的几种女人 第一点是矜持的女人 矜持的女人往往是知书达理 有涵养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也几乎是每个男人都想要的理想办理 这样的女人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一个主见 尤其是在爱情中 她们宁愿等待也不愿意将就 男人就是也不容易得到 也会为之着迷 这或许就是让男人为之上瘾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是 会对她任性的女人 人到中年夫妻生活逐渐归于平淡 那种炙热的爱情已经不再出现 生活像一潭死水 没有任何的激情 虽然夫妻之间彼此的包容彼此理解 但是也要明白 作为女人 偶尔也对自己的男人耍耍小性子 点到为止 不要任性过度就行 这样才会给你们平淡的感情生活 增加一些成色 第三点是 会像她杀娇的女人 在生活中很多女人到了婚后 就认为老夫老妻了 就不愿意在老公面前撒娇 认为是矫情 其实恰恰相反 男人往往大男子主义 你越杀娇 他越有后护女的冲动 夫妻之间只有保持这种小情调 才会让男人一直对你上瘾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